今天早晨的缺解的网友给缺解的发来 就是他推荐缺解的视频 昨天那个视频 大猫做屌子等于婴儿做奶嘴 这么一种安抚男子的这种行为 就这个视频里面 结果呢他推荐给的这个大妈看 这个大妈呢 是装起了一种什么呢 学术就怎么讲 装起了体制内的 明明在体制外 装起体制内打了关签 装起这种老师的逼 可能大概率他连教师资格这儿都没有 他更没有一个国家公立学校 国家承认的这么一个教师职位 又没有教师职位 又大概率没有教师资格的这么一个人 居然他要装老师的逼 给这个缺解的这个网友呢 当过了一回好为人师的眼 缺解觉得他真那么可笑 就这种拉墨驴的女强奴啊 他把这个女强奴的观念 贩卖成女权的观念 非常可笑 那缺解今天啊 就出一期视频 专门的屁股他 就可笑了 你他妈连个老师都不是 你装什么老师的逼呢 老师当 缺解当过老师的 正八戒的 当过大学老师的人 都没这么装逼是吧 你他妈你你屁老师都不是 你他妈装什么逼啊 而且呢新中方这个破去破地方啊 这个破机构 现在都快破产了是吧 老师都开始卖起书来了 叫什么姓董的那个啊 就开始炫耀那点自己的拼装的啊 拼装的那些散装的那些什么知识点啊 就开始卖书了 这些新中方已经都已经溃乱成这么一个 这个溃不成军的这么一个烂机构 居然他还觉得自己牛逼死了 他自己就是一头拉墨的驴啊 就是一个伏地魔 然后呢他还觉得自己伏地魔女强奴的概念啊 就女强奴女强奴的一种深入人心的啊 就吸入他骨髓里的这种原始动物的本能啊 就等于他是女权 非常可笑 缺姐来念一念啊 他这个装逼的这个关枪 有多可笑啊 他说呢 我看了这个视频 但我个人认为有些偏激啊 这个他那些话很适合想靠着男人的女生 但呢感觉有些极端 我觉得男女之间啊 类似于友情一样的 双方互相需要的关系是存在的 太极端很容易男女对立啊 哈哈哈哈 听着啊 什么的傻逼最怕男女对立呢 弱逼啊 傻逼是最怕男女对立的 本来这个男权社会男女的利益就是对立的 之所以女人不敢反抗 那是因为女人弱 女人就像他这样的怂逼太弱了 所以呢他很怕男女对立 本身就是男人在吃你 男女怎么不对立啊 本身就对立的呀 你之所以啊 不对立是因为你认为你应该被吃 你就希望被男人吃 你就你就自己贡献自己 让让你被男人利用 让你被男人压迫 被男人剥削啊 这你造成因为你的妥协 你的退让啊 你的自我奴役 让这个男女啊 你的表面上看起来男女不对立 其实你们的根本领 你让他对立 他就男人就在吃你啊 你弟弟难道没吃你吗 笑死我了 还有这个什么性律强这件事啊 他也特意举举例出来 可能这个这件事 可能是触动他的某种啊 这隐秘的性羞耻心理 缺角分析他 他可能在北京当北嫖 大概率是被男人当成精盆肉便器 免费的这个妓女 嫖过白嫖过啊 他肯定是非宠女 缺角一听他这话就非宠女 但是呢 他不认为自己被白嫖了 不认为自己被变炮了 什么他这就是爱情 他也就批驳一下 就是这种性羞耻的心理啊 他其实他就是揭秘了 他内心的有种隐秘的 这种羞耻感 这个可能缺解无意中的 触动了他的这种羞耻感 缺解之所以说 这个性冷淡啊 这个东西啊 你别他妈比总的炫耀 因为什么呢 这是传统社会对女性 就要求你性冷淡 你就是一个物件 你就是一个被操的物件 你就是男的精盆肉便 你就有小便器 你就不允许有自己的性欲 但是呢 如果说你女人呢 你总拿这个来做 自己的什么真洁的卖点 你就说明你自己人心里有毛病 是吧 你已经被传统的中华的这种 这种性观念给污染了 缺解批驳的是这个心理 你不要说你说 尤其是呢 你又是非宠女 你又是破血 比如说缺解大堂姐 缺解大堂姐是 这一辈子他这个一路上搞了多少次破血 当了多少人的已婚男人的小三 是吧 他不管是离婚前离婚后 他不断的当人的小三 互为小三 你就这么一个破血女人 是吧 这个传统观念就认为他们是破血 是吧 认为是破血 你就别天天的给自己举一块性冷淡的招牌 代表你的多么真洁 他妈听起来都特装是吧 这个你就别提这件事就行了 结果呢 非要提 拼命的跟缺解贩卖 他是性冷淡的这块招牌 想让缺解夸他真洁 保守 穿透 他妈你明明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破血 是吧 你还干嘛要这么装呢 是吧 这不可笑吗 这不精神分裂吗 是吧 然后呢 那个女网友呢 就缺解的澳大利亚女网友呢 她可能是觉得自己吧 结婚前啊 跟那什么另外的男朋友 他认为是男朋友 很可能就是人家骗了泡就走了 提上裤子 拔掉无情了 然后呢 他就觉得自己非厨女啊 就对着对着自己有种不满意 不知足啊 他就说 哎呦 你看我性冷淡啊 他就想以性冷淡来掩盖 他自己非厨女的这种不真洁感啊 这种不完美感 他的内心应该是这样的 他总要跟缺解说 一开始就在说 从刚认识那一天就在说 啊 说了六年了 你说缺解能不凡吗 他把你性冷淡 他把你去治啊 是吧 你总跟我说有什么用呢 是吧 而且呢 一开始呢 从这个朋友的聊天来说呢 一开始就觉得你不是一个爽快的 你一个直率的 真实的人是吧 你就不要说这么种隐秘的话题 一开始你先不要 结果呢 他一开始就说 那缺解就觉得你你你这个人就给人感觉特别拧白是吧 本来你就是喜欢藏着掖着啊 喜欢撒谎的一个人 然后呢 天天说这个 那缺解对你跟 就是今天跟缺解聊天的这个女网友不是一回事 今天跟缺解聊天的这个女网友 他一开始就特直率 他爽快 他真实 他说什么缺解都能接受 如果说你这个本人性格就特拧白 藏着掖着的啊 总是遮着你遮遮掩掩的啊 这种微微索索的 然后呢 你还跟突然聊这么深入的这么隐私的话题 那就让人不舒服 如果说你一开始你就是给人特直率 特真实 你聊什么话题别人都能接受你 对不对 这不就人的心里面了 就缺解就就随便的啊 在上一个视频提到了这个啊 这两个所谓的性冷淡 结果那性冷淡被这个什么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大做文章 西安女人是吧 特大做特做缺解 百分之百的认定他就飞出来了 他就被骗过胖啊 他就觉得自己不够贞洁不够脸不够干净了 然后他就说哎呀你不能拿性冷淡去羞辱别人啊 他认为这缺解在羞辱别人不是的 而且那他单人生缺解聊了那么多啊 就是上一期视频聊了那么多的点 他都不找他专门找性冷淡这个点 那这个西安的啊所谓的女老师 他连教室资格证都未必有 他肯定是没有国家公立学校的这么一个教室职位 对不对 这是百善丁丁 性东方什么就个民办机构 对不对 结果呢他还拿性冷淡了 说明这个就是你的性修制点 这就是你的软肋 你的痛点 然后他来批驳确解说 哎呀这是不能接受 他人家的隐私怎么怎么着 哎呦那说明这是你的痛点 你肯定是非雏女 你肯定是被白嫖过 还有什么呢 什么平等的关系啊 什么能力不对等需要衣服啊 就难免会出现他的这种情况 他认为啊 这个女人啊 在家里挥着小鞭子 把自己的老公当成拉墨驴来使唤啊 这是一副男人 真的吗 狗屁 说明这个女人就是一头给男人拉墨的驴 她生活在就所有的生活环境 就是拉墨驴的环境 不管他是出生于农村也好 还出生于双职工的体质内家庭也好 他所看到的女性全是给男人拉墨的驴 这就是他的生长环境 他的这种认知就什么呢 你不拉墨你就不平等 你就能力不对等 狗屁 还有什么呢 他认为呢 就是你把男人当成拉墨驴啊 把自己老公就是给自己拉墨啊 去赶了 就是挥舞小鞭子 让自己老公拉墨 这就是人品差 这他妈也是狗屁 这就是夫妻双方达成的一种共识 一种啊 分工合作的关系 人家夫妻愿意达成什么的分工合作的关系 你无权过问 你也无权说啊 这个把自己老公当成拉墨驴的这种人品恶劣 过河拆桥这些小人 这他妈你这是啊 胡说八道污蔑造谣 这个傻逼 可能呢 他呢 就是认为呢 自己不给男人拉墨就不够平等啊 就能力就不对等就属于衣服男人 这纯粹他妈狗屁啊 这这这什么叫衣服 真他妈狗屁啊 这种是一一听啊 就说你们家分工合作啊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女的享清福 然后男的出去拉墨去 这就属于衣服的话 那说明你就是一头 衣服于男权的拉墨驴 你就是女强奴啊 然后他就这种啊 就又不是老师 没当过老师的这种装逼驴啊 居然说还跟这个网友 跟缺姐这个网友装逼的腔调 说什么打着关键 说我觉得你的迷茫是个好事 至少你开始在想这个事情了 你多看看不同人的观点 然后建立你的认识 这说明什么呀 这打关键说什么 说明他根本就看不起 这个网友 他觉得这个网友呢 是个学渣 学习能力低 觉得人家呢 是没有自己的自我意识 就给人家就好为人师一番 其实他根本就瞧不起他 内心你听的话 就是瞧不起他的 跟缺姐跟这个网友说话 完全不一会说 缺姐把这个网友是当朋友 别看他比缺姐小了这么多岁 小了二十几岁 但是缺姐把他当成平等的 朋友看他 你看看缺姐是怎么跟他说话的 哎 就这个网友 比他大不了几岁 就开始装胀的比 真的吗 他就是体制内的啊 不是体制内的 他都不在体制内 还不如缺姐 一出生就在体制内呢 而且呢 初姐 一出生就在双职工体制内 就看着女人是 在外面跟老公啊 就在工作单位上 跟老公赚一样的钱 一样的工作 甚至比老公干的工作还要多 还要累 但是呢 回到家 全都是女人包揽所有的家务和育儿劳动 但是老公呢 就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看着电视 玩着游戏 打着这个手机 玩着手机 没有一个说 在家里干家务的 这就是体制内的啊 这个所谓的男女平等 这他妈叫男女平等 就这个女的啊 这个所谓的新东方的老师 这个假老师 这个自己封这个帽子 这个老师 都没有被国家承认的老师啊 中国这个体制内啊 都不承认你的这么一个假老师 既然你他妈认为 这样就男女平等 你他妈你就是偷驴 还互利 你怎么知道人家两口子不互利呢 你怎么知道老公出去拉磨 老婆在家里 会的小鞭子 人家两口子不互利呢 真的吗 真的吗 他这就是阶层啊 还有他的成长环境 限制了他想象力 大概率他是个农逼 这一看这种傻逼啊 这就气不大一出出 就他妈火猫算账 就这种啊 就是这种国内的 这种为女权的概念 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你得像偷驴一样 女强奴的概念 你得是在啊 这个职场里当一头 给资本啊 给国家体制 给共产党拉磨的驴 你才配称得上有女权呢 这他妈就是驴 根本就不是女权 什么叫女权呢 女权呢 就是跟男权一样的概念 那我就可以啊 把自己的这个啊 搞出自己的溢价 什么叫溢价呢 就是我自己的附加值 搞得特别高 我就可以用我的附加值 来啊 指挥别人 来让 让别人为自己所用 这就叫女权 你不是说 你自己当头驴啊 被人家廉价剥削 你才配得畅称 女权啊 不说你在外面 你非得赚钱 赚多少多少钱 你才回到家 你才跟你老公 你才认为 平起平 平起平 都跟你妈逼啊 你老公在家啊 什么都不干 就像这个女老师 这个贾老师一样 居然供养着 他那个小县城的 妈和他弟弟 他居然认为 这样是女权 你他妈 你就是给这对母子 拉摸的驴 剑驴 母驴 骂的 这傻逼 就看他这种 这种好为人事 卖弄的这样子 确确就忍不住要骂 是吧 你不要认为确确粗口 确确比你有文化太多倍了 就你这样的狗逼 狗逼 你就装点什么斯文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没文化 因为你们家都没文化 没读过什么学 你才有装斯文人呢 真正的说 一出生就出生在学霸的家里 你不屑于装这个逼 装这个斯文逼 那确确的爹就是个学霸 那是学霸里的学霸 学霸里的战斗机 那又怎么样 所以说这学霸的 不屑于装这个斯文逼 再说一下啊 还有些这个女权 就不断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国内女权 就是一个筐 什么样的这个狗屁 思想要往里边装 还什么 女权的敌人并不是男人 狗屁 男女 这个男权的概念 本身就是男女对立的 难道女权 你不是要反男权吗 反男权 男权就是让男女对立 那你难道你的对立面 不是男性吗 男性有一个愿意说 帮助你女权的吗 谁不是借着女权 哪个男的不是借着女权 来白嫖 来求交配的 真可笑 还什么 男人和女人是立的 共同体 什么狗屁啊 这种啊 这种就是犬如的啊 这种女强驴 这种女驴 这种母驴 关键就是什么呢 生怕跟男人对立起来 让男人成为自己对立面 因为自己太弱 太弱逼 打不过男人 斗不过男人 就赶紧的 求爷给男人跪下 扑通跪下 千万别跟我们对立 我们女权跟你们男人是一伙的 这他妈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你看看男人信不信 你看看男人听不听你这套 放屁的那个屁话 真可笑 人家男人都没有没有说 要跟你这站一块 然后你自己说 哎呦我们站一块 我们是利益共同体 我们是这个朋友 这就是什么呢 弱逼啊 你别搞女权 真的 弱逼啊 你就好好当你的女就行了 当的女强奴就行了 当的奴婢 你给你的男人洗脚下就行了 啊 好好缩你的屌子 比什么都强 你就好 缩好了你的屌子 可能你还有点好处 你不要像缺姐这样 缺姐就是跟男性就是不两立 啊 就是的极端 就是对立 哎 但是缺姐的老公 还就是对缺姐 言听 计从 无条件的服从 和崇拜 这就是能力呀 你没这个能力 你这么弱逼你 怎么搞什么女权呢 搞你他妈的女女 又得了 真可笑 还有什么生育啊 什么在职场受到 其实压迫她的病 不是她的老公 怎么不是她老公啊 如果她老公在家里 包揽了所有的育儿 劳动 她用得着在职场上 被这么歧视吗 不就是她的老公 不支持她吗 她的老公 不管她的育儿 劳动吗 把育儿劳动全推给她吗 真可笑 女权爱什么 不要发展为仇男 男权本身就是仇女 就是厌女 就是杀害女婴的 真正的男权 都是杀女婴 堕女胎 杀害女人的 强奸女人的 然后你居然说 女权千万别仇男 哎呦 都把你给杀了 强奸了 你还不要仇男 你就是个贱逼 说句实话 你这种贱逼 就别高女权 就好好当你的奴婢 舔你的舔你的屌子就得了 就这种的贱逼 贱逼不要高女权 就这么一句话 我这种贱逼 我这种贱逼 就这么贱逼 我这种贱逼